笔入 好好好 帮你好不好 那你要配合 原警到床在山雀说 要将夫人带走 因为不久之前 她情绪激动 大闹台北市府 包包内甚至还携带此砖 那你包包里面装什么 那你不要乱拿来砸我们 好 我就叫你帮我送到法院 多次向社会局陈勤 却没得到结果 夫人愤而带砖到市府内理论 未遂员工 闯进社会局局长办公室 弄砸柜上盆栽 就是向上法院 我一个人带小孩 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么上年 我真的很累了 我身边我也不能休息 逼着我用居服 原单亲的五姓妇人 每天日以继夜 照顾四肢瘫痪 卧病赞爽的儿子 从患尿部喂食 抽谈医 照料让他无法好好工作 希望能向居服申请 二十四小时的外籍看护 但政府却只提供 承受居服人员协助 每天四小时的照护时间 五姓妇人认为根本不够 当我说每个月 帮我协助一万八 让我申请外劳 好像她都用骗我 申请不通过 我告局长也不能告 看是不是被警察 坐到发言区 就能这样子坐而已 社会局回应 过去曾协助夫人 聘请外籍看护 但她对照顾要求较高 加上这两年受疫情影响 人力不足聘故困难 一直无法与个案达成工序 而根据了解 夫人在两年前 也曾闯入局长办公室 砸毁电脑 这会再度失控表达诉求 虽社会局不愿追究 但警方人依设违法 将她送办 接近主任张贝兹采访不懂 而来